师父吉祥,阿弥陀佛 请问师父,要是去一些道场参加法会或共修诵经 那里慢慢变得一些不如法 有所有说,知识经保护医人与关系 会有什么过关吗?请师父开示,谢谢 不如法,那得要看程度了 我们修行一定要有个底线嘛 如果他已经学知学见,那当然就 佛法是这样,不如法有两种 一种只是道不同 他可能修的不是净祖宗 对你来说,这个法跟你不相应 但是他还是佛弟子 他讲的还是佛法 那这个道长还是可以扶持 佛法的底线就是你的思想不是佛弟子 你讲感应神中 对师父来说感应神中是我的底线 就是你任何人跟师父学法 师父都没有意见 但是师父的底线就是 你不能跟我讲感应神中 因为你讲感应神中 你就不是佛弟子 你是外道总性 我怎么可以跟外道总性往来呢? 就是说 正知正见是我们的底线 在正知正见的基础之下 各有表现 你喜欢持咒 他喜欢败战都没关系 本来佛教就是方便有多门 佛教是有包容性的 各取所需 但是你的思想是邪知邪见 那对不起 那你就不是佛弟子 咱们两个道不同 所以 我们是有一个底线 知道吧 底线 起码你是正知正见嘛 至于 你也正知正见 我也正知正见 那你喜欢修什么法门 那叫互相尊重 没关系 你有需要 就 你觉得他的课程 这个法你有需要 你就参加 你觉得这个不需要 你就不要参加 没关系 但是如果是学之学尽 那就拒绝往来 各取各取 因为我们佛法对初心菩萨 还是要保护 因为我们善根菩提幼苗栽培不容易 你到了这个学之学代的团体 你度不了他 结果他把你给影响了 所以菩萨界对初学者 他为什么不允许你跟外道往来 因为你会受他影响 很奇怪哦 佛力子跟外道在一起 往往不是你度他 你被他度走 奇怪 因为外道合乎我们的人性的 就是跟我们过去的习性比较接近 佛法往往是违背我们习性的 因为我们认为生命是长的 佛陀说无常 我们认为生命可以主宰佛陀说 生命不能主宰 所以你要建立这种 逆生死流的思想本来就很不容易 你本来在建立佛法真实真见 就充满了挣扎 结果你倒好 你去参加外道的团体 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是吧 所以你的善根没有到坚固的程度 所以菩萨界保护 就是菩萨界 你只能跟初心的菩萨 只能跟同见同行的菩萨往来 因为他怕你的思想受到影响 好 第二 师父慈悲 师父前天讲道 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只要有愿力 也能达身其常解乐世界 请问如果弟子念其他佛或菩萨名称 或许其他法魂 比如指教 证经 而讲功德至心回向子的世界 也能达身吗 请师父指令开始 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误会是我的意思 师父是说 你妈妈已经改不过来了 对不对 你妈妈她八十几岁了 她练了三十几年 观世音菩萨 你叫她练阿弥陀佛 她肯定跟你闹班 对不对 她改不过来 你至少顺她 就改变她的思想 但是你现在改得过来 你现在有选择 当然念阿弥陀佛嘛 就是说她改不过来 她八十几岁 你要她怎么改呢 她一度练观世音菩萨 练习惯了 对不对 但你那么年轻 你刚开始 你现在佛号 你观世音菩萨 你也没有练得很深 对不对 你一天练没几声 你还可以赶快练阿弥陀佛 练阿弥陀佛是正修嘛 你感应道教 你跟谁感应道教 当然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 你跟阿弥陀佛48元感应道教呢 所以 如果你现在才刚开始修学 你当然要选择一个捷径嘛 像当我认阿弥陀佛是捷径嘛 所以你不要误会师父的意思 师父就是说他已经改不了 那没办法了 那就算了 改变心态比较快 那如果你还年轻 师父的建议是 诸法音言神 每一个佛有他的音言 阿弥陀佛的音言是 从往生的角度是最有利的 从往生的角度 当然你要想消业障 那你念地藏王菩萨 念观世音菩萨都一样 从消业障的角度 念佛菩萨都有能力 但是从临终接引的角度 那当然你阿弥陀佛最有利了 师父这个意思 好 第三个问题 师父慈悲 禁谷法门 通常讲 华生三自粮是信任型具处 而听师父刚才的开示 听到念佛人 如果能冲过色寿小菌 华生就有把握 而这个大存禁谷行人 是没有学过弄言经的 这样的要求对禁谷行人 师父过高 请师父进一步开示 如果你今天不了解 那就看运气了 也有人冲得过去也是有 但是你事先知道对你有利吗 反正 反正你往生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 什么叫往生 我讲一下就是说 你本来的跑道是在苏博世界 是吧 结果你要换到极乐世界的跑道去 那苏博世界是一个有肉国土 这个大家可以同意吧 极乐世界是一个无肉的功能 它不是毅力所感 那是弥多本业创造出来 那种清清无肉的功能 那是一个净土 说不出就是一个会土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生命的改变 当然你说我老菩萨有些老菩萨 他没有懂五印 如果他的信心很坚定 愿力很强 他也可能冲得过去啊 那就各凭本事了 你反正 你反正五印一定要改变 五印改变的过程他一定会反弹 那至于你用什么方式 就是反正这条河你一定要穿过 它波涛汹涌 你自己游泳过去 你坐床过去 用什么方式没关系 你只要能够成功就可以了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这样懂吗 但是 但是 你知道的越多对你越有利 因为你知道你吃早饭面对什么 你会增加你的成功率 这样懂吗 增加你的成功率 但是成败还是看你临终的时候的 你的正念跟你的决心 这是成败关键 但是你对五印更了解 人都是这样嘛 知识知彼百战百胜 你对对手了解 你知道他是虚妄的 对你是有一定有加分效果嘛 对不对 一定有加分效果嘛 但是不是说你听到五印以后 你就已经成功不是的 加上你的决心 你的正念 但是你明白你要面对 你今天要改变五印 就是你要艳丽说破 你要抛去你的过去的三星世界 这个三星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越了解它 你面对它的时候 你更有底气更有信心 是吧 就这样子吧 所以教官教官嘛 教理懂得越多 你观照更深入 看事情干得更透彻 所有的修学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叫做疑痴 你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心里就害怕 哎呀我怎么练法 我会出现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去问别人都来不及了 因为五印魔际要侵入是当下的 你说我赶快去打电话给我师傅 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你离病中你去给谁打电话我问你啊 所以你对你的身心世界了解越多 它反弹的时候你越有把握 就这样子 很多事情你看透了 它就不是什么障碍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 因为障碍都是自己升级的 你就害怕嘛 害怕你就失败一大半了 你害怕你的信心就动摇 信心动摇就全是 就伤害你的愿意 信跟愿是互含互设的 信心一动摇就 就伤害你的愿意 你起一个念头头 我到底会不会往上 就全部都崩溃了 所以它有时候五印对你的伤害 它可能从一个点破坏 它破坏你的信仰 破坏你的愿意 最后你佛号全部颁盘了 那你今天如果能够知道 真如本性是如此的强大 五印是如梦如幻 它出现的时候 你这个信跟愿两根柱子 站着非常坚固 所以 你懂得越多 对你的佛号有强化的效果 它不容易受到干扰 你知道吗 因为你状况越清楚 你这个佛号越有信念 力量越强 你反正 你一定要面对的 所以你早点知道 对你有好处 好 好